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同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治疗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医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不如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可能没有什么人或小朋友没有试过 这个很常见的在都市人就是头痛 头疼 头疼 没有什么人 没有人一生都没有试过头疼 我想都挺难的 是的 什么都会令到有些东西都会令到头疼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普及的名词 其实在医学上来说 那个症息应该如何去界定头疼呢 是的 那我们如何处理一下 当然头疼就是头部痛 如果说那种病 其实可以说只是一个症状 当然我们会发动各式各人的头疼 有些是那些紧张性的头疼 我叫做tension headache 有些是扁头痛 migraine 有些叫做速发性的头疼 即是cluster 即是触在一起的cluster headache 那症状方面头疼可能是局部的 亦都可能涉及整个头部的 通常会从一个位置开始延伸到另一个部位 很多类型的头疼都可能会发生 譬如那种痛 那种痛的都会不同形的痛 譬如薄痛 爆裂 肿痛 垂直的痛 即是垂直的痛 那扁头痛通常是单侧一面 那它可能是因为那个循环系统的出现问题 那通常会有些视觉的障碍 有些星星啊 光点啊 那样 嘔吐 和有对噪音啊 光啊 和动动震动是特别敏感的 那紧张性的头疼 我们的tension headache 通常因为压力增加而引致的 而女性的头疼呢 当然很多时候和荷耳蒙有关 是 那就是我们的了解头疼呢 都应该知道一下 不同形的头疼 和起因 和起因 好了 那有没有病发症呢 那大疏到头疼呢 都会随着时间自己好的 那当然呢 如果经常头疼呢 是非常之痛苦的 那持续的 还有有些是反复发作的 那可能呢 有些显示呢 其实呢 有更严重的前座的疾病 比如脑瘤啦 可能呢 是脑动物瘤啦 那头疼呢 可能会兼有一些严重的 急性的症状呢 比如脑膜炎啊 或者年球菌的性的咽喉炎啊 或者其他的疾病 和高烧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有些非常严重 或者持续性的头疼呢 其实应该先去找一个专家医生 正确知道呢 那个头疼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背后有些严重的原因的 好了 遇到情况 留意什么呢 第一 看看有没有面红啊 那个脈搏有没有跪动啊 对光线啊 噪音啊 和震动呢 有没有敏感啊 这些都要去多些了解 患者的情况了 简单字引 好了 如果是因为呢 就是阳光太阳晒呢 令到头更加差的 那有几种疗症 OK 其中是颠茄 比达当娜 和呢 就是 硝酸金油 Gronoi 硝酸金油 还有就是绿化蜜 Nature muriaticum 炎 还有血筋草 血筋草就是 Sinquenaria canadensis 这几种呢 都是因为呢 太阳光 令到你产生的头痛的 OK 但这些头痛 但又不觉得口渴 那你会想什么呢 丁茄 比达当娜 和黄素卿 不口渴的头痛 好了 如果头痛呢 是右边的头痛多 那就想丁茄 另外一种呢 叫做变色耳尾 只要耳尾 Iris vesicola 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 右边的呢 就是血筋草 Sinquenaria canadensis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右边的 有这三尺 好了 腾头痛了 就是知道一种是水扁头痛 想想一下 丁茄 和那个 绿范蠟 和变色耳尾 那个Iris vesicola 和血筋草 那这些是一种的 就是扁头痛 migraine 多些的 好了 如果你的头痛呢 那种痛呢 是贵动性 薄薄性的脈薄贵动呢 丁茄 硝酸甘油 和血筋草 这几种 如果是对光线 噪音 震荡 特别敏感呢 都是想 丁茄 血筋草 OK 如果头痛得来 和非常之口渴 都可以想是 丁茄的 和白射筋 比如说 刚才有一种 头痛不口渴 也可能是颠奇的 有时候 两方面 两极性 都有机会出现 同一个尿剂的 那就是说 不要说 因为它口渴 或者不口渴 就放弃了尿剂 有时候 我们选择尿剂 是要考虑多方面的 如果是左侧的头痛呢 就想着白射筋 Priornia Album 如果是 动动 刺动 令头痛更差 当然也是白射筋 白射筋 通常不是很想移动的 如果是爆裂性的头痛 都是白射筋 和是硝酸金油 如果是头痛 纷纷欲碎 无精打采 和迟钝 就是黄素轻 嘔嘔逗逗的 扁头痛得来 既有视力的障碍 就是有些阴影 有些光线 或者突然间视力 突然间看东西 看得不太真 这个是变色妖美 Iris Vesicola 因为胃部的问题 引起头痛 便变色妖美 Iris Vesicola 和血筋草 Sanquinarius canadensis 都是和胃有关的 如果是因为头痛 加上嘔都很厉害 嘔都很厉害 都是想到 Iris Vesicola 变色妖美 和血筋草 这些是因为通常 通常都是扁头疼的 那种类型的 如果扁头疼 兼想有抛诊 如果万一人 看到这个阵型 就用 绿化妞 Sodium Muriaticum 鹽 和变色妖美 Iris Vesicola 如果那种头疼 就好像灼热的头疼 好像有些热的线 或者火棒烧的 那你就想 赤根草 是神经性的头疼 Spigeria 赤根草 好了 预期效果会怎样呢 通常可以这样说 是几分钟 或者几个钟头 是重速消除急性的头疼 当然 如果你的头疼是慢性的 和重复性的复发 那就需要用一个 进行体质的治疗 找一个医生 好好地帮你进行体质的治疗 好了 好了 除了原料剂 我们日本人还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通常可以 把手或者脚放在热水里面 或者是把热的湿毛巾 或者冰包 凉的湿毛巾或者冰包 放在头上 那就是把那些血液扯走 扯走 就是不要在头上脚崩崩 扯到脚那里的 好了 当然可以睡在暗的地方 安静的地方 不要吵 播放一些油的音乐 舒缓的音乐 和可以慢慢地的深呼吸 也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杯的射盐 做一个浸浸浴 一杯的Epsom salt 也做浸浴 因为Epsom salt Megnesium 尾 Megnesium 有时候修肥 有一种舒缓根基的肌肉作用 也可以按摩一下头皮 令到颈部和肩部的压动点 放松它 按摩都会有帮助的 ok 好 接着就跟大家逐点 介绍几个疗剂 好了 第一个就是癫茄 Beladonna 癫茄那种痛是令到你发癫的 因为癫茄是一种 Tempest 像暴风雨 都是磅磅的爆炸出来的 这种痛得很厉害的 令到发狂的这种头痛 还有右侧的头痛 加上有剧烈的搏动性 就是脈搏伏伏 是右边的 轻明的动动或者震动都不行 就是你搓一搓它都不行了 就是会痛的 对噪音、光线、震荡是非常敏感的 记住症状是右边 症状突然出现的 很多时候是中暑 中暑出现的头痛 也很多时候是下午三点钟 头痛会容易出现的 通常个人的表情被外制的目光 面是火红色又热又光 通常会很渴喝冻水 或者可能完全不渴喝 两种情况都有 什么令它差呢 撞到它 在热的阳光之下暴露 触摸 这些令它差的 什么会好些呢 分在暗的房间会舒服些 这个就是蝶茄的症状 接下来就是白蛇羹 Briornium album 白蛇羹的头痛是爆裂性的 就是裂出来的 动动是更加差的 任何动动都不行 令它更加差的 人很烦躁 通常痛症在晚上九点钟会更加差 口看和唇很干的 想大量喝冻水 有很多时候它会痛到 压着头部 就不要让它动 因为它一动就会痛 所以什么程度差呢 就是动动 眼睛动都不行 眼睛动一下 转眼睛都差的 什么令它好呢 闭上眼睛按压 按住痛的地方 用大力按住痛的头部 这个痛会减少 这个就是白蛇羹的症状 接着是黄素卿 Jalcymium Jalcymium通常是因为 因为吓陷 就是怯场引起的头痛 头昏 温温欲睡 无精打瘦 和那种迟钝的感觉 精神整个身体肌肉酸痛 脑筋非常之迟钝的 这种头痛很多时候 由颈部或者后枕 后脑那里开始 直到前压 头部感觉很沉重 甚至抬不起 前压和后脑都有一种压的感觉 记住 通常是不口渴的 好了 接着就是 烧鲜金油 Glanoinum Nitroglycerin 这种的痛 就是激烈的爆裂的痛 激烈的痛很厉害的 尤其是在晒太阳之后 很多时候是在中暑之下 或者你未必中暑 但是在晒之后的太阳 当然中暑就更加適合这个疗剂 困惑和温温 纷纷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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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面就又红又热了 那种痛就好像很劇烈的 密动式的痛 加上血液涌上来的 什么令它差呢 当然阳光直晒 尤其是晒在头部 会更加差的 好了 那接着呢 另外一种呢 是什么呢 是变色妖尾 Iris Vesicola Iris Vesicola 这个头痛呢 通常呢 头痛之前呢 或者头痛期间呢 有些视力的障碍 就是有些东西看不真 黑了黑 或者有些光影 那样 通常呢 有些视觉的先兆 头痛化之前呢 就有这些先兆出来的 那头痛呢 头痛呢 加上很多时候会恶心 嘔吐 那通常呢 那头痛呢 在右边比较差 或者由另一边呢 转去第二边 就是会两边走来走去的 那头痛之前呢 事得模糊啦 还有呢 人呢怕病 那眼睛呢 上方或者下方 或者太阳 嘔吐的地方呢 都有头痛的 那周末性的头痛 有些时候呢 有些时候呢 就是每个星期日 一不上班了 就在家里周末就有头痛的了 那这种头痛呢 有些时候呢 可能有出现抛衬 或者是牛皮线 但是未必需要一定 它未必有 但有时也会有的 好了 接着就是那个绿化鸭 Nature Myriaticum 就是炎了 那种 那种炎的头痛呢 通常都是因为悲伤啊 或者失望之后引发的头痛 那或者是被太阳 高温的太阳晒到的头痛 那通常前压痛 那痛的时候呢 就不想獨处的 就是不想人陪的 那对轻微的杂麻 或者侮辱性呢 都很敏感 一个星界这样 OK 那很容易受伤的 又是情感方面 那好了 有时头痛呢 好似个锤子 打在大脑那种头痛 那眼睛对上的头痛 扁头痛 因为悲伤引致的头痛 那炎型的人呢 很喜欢吃咸东西 面食啊 面包啊 和柠檬的 那什么时间会最差呢 上午10点 到上午10点半 到下午3点 就是说呢 是太阳升顶的时候 OK 那太阳差 热叉和看书 都是毒 要毒呢 他整个眼睛头痛会出现的了 好了 接着就是血筋草了 Sancanaria canadensis blood root OK 这个呢 通常是右边的偏头痛 又颈部 和上背呢 是延伸到前面眼睛的右边 OK 左右边的症状的 那么个人呢 就会病化 就比起会比较暴躁 还有很多时候呢 跟根延期的头痛有关 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的 因为荷尔蒙期呢 那种潮移会出现的 OK 消化不良 引致头痛 或者有胃灼痛 潮移或者兼顾呢 是那些灼热的感觉 那种喜欢吃辣东西 OK 那都是不喜欢太阳 太阳会令它更加差的 好了 最后一种呢 就是赤金草了 赤金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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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金草呢 赤金草呢 左边的痛呢 就会影响多一些的 尤其是面部神经痛 左边的面部神经痛 那种劇烈的灼 灼的痛 左眼内呢 好像有些热的针 好像火棒 或者热的线呢 在日皮烈的感觉 对于任何触摸是很敏感的 尝尝它也不行 对针、钉是特别害怕的 尝尝它位置就会觉得有乳伤的感觉 什么令它好些呢? 令它差的是太阳、阳光、触摸、食烟令它差 什么令它好些呢? 它痛在左边的 所以它喜欢躺在右边 而且持续压着它 记住触摸不好的 但是你大力压着它 持续压着它 就会反而舒服些 多谢袁先生帮我们分享了 头痛那些疗剂 刚才也解释过 头痛很多情况之下都会引起的 但是持续性感也是令到不舒服 如果我们常避了 学习了这些疗剂的时候 无论自己也好 家人也好 一看到刚才那些描述到 每种疗剂出现的情况之下 而引起的头痛 我们可以立刻用这个疗剂 很快就可以将这个不息 就输解了 就不需要在这里 喊声叹气 什么都做不到 或者很无奈 或者也很烦躁 影响到很多人 所以同类疗剂 我们经常都要预备到在家居里面 或者身边里面 遇到什么问题 用到适合的疗剂 做一个及早的医治 那就可以避免了很多的后遗症 或者是将病症深化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的疗剂 或者我们那些疗剂的痛装 甚至乎是健康的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袁医生,拜拜 好的,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